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有在长期关注我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 我每个月定期都会做营收月报 所以手游上大部分的热门大作我都会follow到 当然也有很多观众没有follow到我这系列 那最近刚好都不约而同的讲到模款 韩国火爆热门的游戏话题 那我们就趁个热度来认真的看看 除了长期霸榜前几名的天堂三兄弟奥丁以外 目前韩国营收前20名的MO手游到底有谁 当然游戏的热门不绝对反映在营收表现上 那我会选择用这样的来介绍 肯定有各位都懂的生意 那本事都只是介绍 并不评价游戏本身了 第七名 爵士先王韩国版 由中国三七互与开发今年1月11号上架 这款的风采不用我都说 各位应该都知道了 如果真的是要用营收话术来推销热门游戏的话 为何不推荐这款呢 高画质高建模 如果你是长金档 应该是不会错过的吧 他曾经也是Google认证 台湾区2022年的最佳多人游戏啊 啊 原来如此 台湾上架酷了 能赚的coco没了 抱歉 所以你没有被推荐的份 还是旁边两块去吧 等待你再续作 第八名 HIT 2 去年8月25号上架 由韩国Nexon开发 近期也准备在台湾上架了 游戏是继承2015年的前作HIT的延续 不过HIT在2019年的4月25号已经正式官服了 而刚好前几天也有人问我这款游戏 因为他被暮色双城拿去当游戏素材用 建议Nexon官方看到我的影片的话 赶紧去告一波 相关证据网路上都还有保留 我也寄给你们一份了 不用客气 无限期支持你们 告到他破产 游戏刚推出的时候 被质疑该游戏的玩法 接见天堂LM 奥丁 精灵2等元素 而实际的游戏表现画面 又不如2021年推出的奥丁 玩法又过于重合老游戏 导致口碑低于预期 让公司的股价一度下跌16% 排名11 上古世纪战争 由CacaoGames于上个月的3月21号推出 该游戏是由天堂支付宋在京 XLGames公司所开发 关于这天堂支付的故事 我之前也有讲过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点右上角 而这款游戏在这个月 被NCsoft正式提告 说内容很多都是抄袭自家人天堂LM 只能说当年创造的魔法 如今被自己的魔法打败 看上去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我觉得NCsoft 是多少感受到这款竞品的潜力 未来势必会冲击到自己的市场份额 所以需要吵点话题来拉筛游戏 排名13 云上陈之歌的韩版 也是由3G互以开发 该游戏的韩版是在2021年的7月1号推出 老实说在换皮界也算是个翘楚了 这间厂商是真的很懂得如何拿捏泡菜的据点 关于游戏的前世今生 在之前的赛尔之光游戏有讲过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再去看吧 排名16 RO先进传说 新世代的诞生 由中国上海军母开发 韩版于今年的1月5号推出 这系列懂得都懂了 该公司光靠这个IP就拓展了一堆相关作品 曾经我也做过了RO系列的合集 排名20 剑林革命 由韩国Netmarble开发的游戏 于2018年12月6号推出 该款就是基于剑林IP所开发的续作 当年就是主打以动作玩法 还有那油腻师姐的画风文明天下 不过在手上的表现就不如当年了 而至于那款我不能说出名字 以免又被说是毁谤的中韩国大作 各位可以自己再去YT上搜寻该游戏的韩国名 看是否真的热门 游戏目前已经调到30名开外了 比1月26号上架的永夜新神韩版还低 至今能在不断继续向下掉落 试探自己的下潜实力 就靠未来台湾的韭菜们牢牢接住 而众所周知 好汉不提当年有 毕竟这都已经4月份了 应该不会有游戏 仅靠去年12月第三周 仅计算Google平台的新闻 来展现游戏的热门实力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厂商是否该提供点心的素材了呢 然后你这厂商的巴哈水军 可不可以不要只截取我影片的片段内容来带风向 不贴出出就算了 我影片当时是讲1月的状况 后面也说了这游戏营收早就下去了 然后你对这些内容是吱吱不提 还自己编了一段故事 哇靠 你他妈这是个人才啊 要不要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你怎么不提2月3月的状况 啊 你不知道是不是 没关系 我告诉你 上个月它已经掉到剩下3000万出头了 你要不要再去巴哈上更新一下 我看你还能编出什么鬼话 而且很多快乐游戏 不都是一直重复这样的套路吗 第一个月靠预约 手除 课掌除职 冲林坡营收后 第二个月就开始以30-50%的幅度嘎嘎往下掉 第三个月就像空城一样 不是和服就是开新服 有些还更早就开始和服的操作 而这种衰减程度在MLO品项是特别的明显 毕竟换皮类本身的开发门口很低 取代性又高 通常又都是同一套的放置课金玩法 导致用户的粘着性极低 而人往往又都是喜新厌旧 风往哪里吹就往哪里走 没有人会留念游戏中体验到什么 只会记得下个月要讲的信用卡账单 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介绍这游戏 都不用讲现况 只要虚空一直提开服盛况 那如果我现在要来评测天堂 是要从手机的开服日讲起 还是PC的开服日讲起呢 如果真单看片面的营收资讯 去选择一款MLO手游 那怎么不跟随玩天堂就好 这类头部产品 只要克长的资金链不断 或者在带有新技术的游戏降临前 都很难有对手去撼动它的龙头地位 玩与不玩都不会亏的 而实际上部分游戏类的实况主或者创作者 会变成一个现实以及残酷的状况 就是游戏带来的流量变现 决定他会不会继续玩下去 其实并不是这么多人 真的很喜欢某款游戏而玩的 一来过了合作推广期 二来没有带来他想要的流量 三来没有在这游戏找到乐趣 所以费尽心思介绍完一款好玩的游戏后 最终还是会回头玩真的热门游戏 厂商与月配 戏内逢场作戏 亦在各局所需 厂商与观众戏外看得真切切无投入过深 其实在不少影片中都会看到很多人 对我影片的核心观点表示认同 也就是所谓的实话 老实说我是觉得这事挺可怕又很可悲的啦 其实我并非在刻意讲一个实话 就只是单纯在跟各位聊天一样 正常的分享我看到的资讯与各位交流 而一款有趣或看起来好玩的游戏 光是丢出PV跟实际画面 各位就会主动去关注了 并不需要搞一堆图文不符的广告来衬托 此难只是厂商对自己开发游戏不自信罢了 而这种自卑感需要靠贴上艺人 他国 假画面 买量来抬升价值 最终是昙花已现 虚幻泡影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G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form